初春的北京天气渐暖 但车来人往之间还是透出丝丝寒意 我们和刘斌约定的见面地点 在北京二环的东中胡同 刘斌告诉我们 他还没有告诉小唐我们来回往的消息 我们决定和刘斌一起去接他下班 给他一个惊喜 现在的刘斌不再做代驾而当上了专职司机 稳定平静的生活让他感到十分满足 但小唐和未来婆婆之间的小摩擦 总让他觉得无所适从 我们俩没什么事 现在就是他跟我母亲 跟我母亲这块现在有点有时候有点矛盾 亲爱的 我们来到了富城南附近 这里就是小唐上班的地方 一通甜蜜的骚扰电话过后 刘斌带我们走进了商场 你们也来了 来接你来了 那你骗我 你说你不来 然后你又来 我不来 我不是给你个惊喜吗 不要脸 怎么了 给你惊喜不行啊 连他他现在也不干代驾了 不干了 为了他吗 不干了吗 踏实了吗你 踏实了 现在我天天不跟着他不查他了 他天天跟着我查我了 那个一伙一伙那什么 我这正在带你们去吃一间那个我朋友开的兜兽面 味道不错啊 是吧 嗯挺好吃的 吃尝尝 就这儿去这家 是吗 走吧 咱走吧 走 喂 哎大爷 我走外边呢 什么事啊 从刘斌的话语和小唐不悦的表情中 我们感到刘斌说过的婆媳矛盾 但又不好当面多问 刘斌明天他要和小唐去大姨家接妈妈 我们约好明早与刘斌一同前往 看着他们离去 我们心里充满疑虑 年轻漂亮的小唐 既骄傲又张扬 充满了青春的能量 但是这种能量对于老人家来说 也许就变成了不稳重 不踏实 小唐和准伯伯之间存在着暗战 暗战的原因呢 我们外人无从得知 答案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来揭晓